天气讯息来关心 中南部缺水的状况尚未缓解 下坡封面到底何时报道呢 气象局预估在礼拜二的晚间 会有另外一坡封面通过台湾 但因为通过速度比较快 而且吹的是东北季风 预估到时候还是只有北台湾 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震雨 而在温度变化方面 也是北部感受较为明显 到了礼拜三的高温 预期比晴一天一口气下降了 5到6度左右 一转阴凉天气 北部阳光露点 温度也逐渐升高 不过春季天气多变 预估周二晚上又有封面报道 要变天了 有一波封面逐渐的 开始靠近我们台湾 那并且要通过 然后再加上26号 东北季风会增强 所以25号晚上26号 这两天的天气 是比较不稳定的 封面通过气温下滑 尤其北部周二白天 高温还有28度 晚间封面通过 伴随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高温下滑到23度 温差56度左右 低温也只有19度 跟前一天的高温 比起来相差9度的温差 降雨方面 由于封面通过较快 只有周二晚间到周三 主要在北部东部 可能会有短暂雨 因为它毕竟是 移动式的封面 如果过来的话 即使有降雨 但是这个量 我们还要再观察 另外气象专家 贾欣欣也在脸书表示 既然其资料显示 5月底前 环境不利 美雨封面建立 也提醒民众节约用水 不过后期预报不确定性高 何时还会有明显降雨 还要持续观察 记者 郑云山 林一星一团报道